Hello,大家好,我是Mona 今天会为大家介绍我们最新发布的Oleoface文档7.4版本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者建议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OK,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Oleoface文档的功能包括对文本文档工作表和幻灯片的编辑 以及我们的表单创建器查看和转换PDF文件 这个办公套件适用于所有平台 包括网页、桌面和其他的移动设备 Oleoface文档7.4新增了30多项新功能 完成了13个bug修复 现在您可以在自托管解决方案 集成文档云以及Oleoface协作空间使用7.4版本了 您可以在以下多个安装选项中部署我们的编辑器 包括Docker、Snap等等 那下面就我们一起来探索7.4的主要新内容吧 第一个绘图 我们可以在幻灯片、文档和工作表上进行首绘 尽情发挥你的创造力 可以通过新增的绘图选项卡使用这个功能 选择画笔或者荧光笔 还能对颜色和线条的粗细进行设置 第二个插入雷达图 我们在工作表文档和幻灯片中可以插入雷达图 让数据更加的可视化 转到插入选项卡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了 那比如这张图表直观地展示了三种产品 在价格、耐用性、外观、定制和质量方面的各自优势 那在雷达图里面你还可以选择代标记的雷达图和填充雷达图 如果你经常需要审阅文件 比如说大量的协议、合同 那大量的修订会让同一个文件产生很多不同的版本 那么这个新功能呢对你来说会特别的实用 现在你可以合并文档 就是将文档的两个版本合并为一个 那我们可以在协作选项卡里面去使用这个功能 合作文档类似于比较文档 但是它们有一个显著的不同 就是在比较文件的时候 任何人审阅后所有未解决的跟踪更改将会被自动接受 而在合并文档的时候呢 文件会被原样合并 没有处理的改动将会被保留 所以呢 你仍然可以根据需求接受或者拒绝它们 你还可以快速将文档、电子表格和演示文稿中的形状、图表、 艺术字、文本框、SmartArt等对象保存为透明的PNG图片 方便我们后续使用 那你只需要选中对象 单击右键后选择另存为图片即可 此外呢你还可以把整个文档或者电子表格 保存为PNG或者JPG图片 那我们在文件选项卡中点击下载为即可 激活编辑保护范围后 只有有权限的用户可以编辑该我们档的该范围 那转到保护学生卡 选择保护范围 设置我们的保护区域并且指定 谁能够对这个范围进行编辑 其他有权访问的用户呢 仍然可以查看内容 但是禁止编辑被保护的范围 我们还新增了一些公式 让计算可以更加的高效 您可以在公式选项卡里找到并使用它们 我们还对数据透视表做了改进 增加了交值显示为的选项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快速显示值 还更新了上下文猜单选项 可以更加直接的处理此类表格 7.4版本中你还可以使用一些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分页预览 设置打印页面范围 在数字格式中选择短日期或者长日期 还可以更改字母大小解设置 Olevis文档编辑器 新增了一些更加实用的功能 您可以进行更高级的列表操作 包括项目符号和多级列表的高级设置 那预设也会推荐您最近使用过的 或者正在使用的列表选项 还可以通过设置对话框 创建新的列表 我们还可以进行高级分栏设置 能更加轻松的进行自定义分栏 只需要在布局选项卡中选择分栏 然后选择自定义分栏 设置所需要的参数即可 我们为大写字母自动更正 添加了例外情况列表 演示文稿编辑器也可以使用 那转到文件选项卡 选择高级设置 校对自动修正选项即可 至于支持的文件格式 现在我们可以将WPS、WPT、MHTML、DPS等格式 转换为OXML后进行进一步的查看或者编辑 我们新增了颜色名称提示和自动识别颜色的取色器 可以在编辑器中更加方便的去选择颜色 还可以设置图形的边框不透明度 在右侧面板的形状设置中可以找到 我们可以复制现有图形的格式 并且粘贴到我们新件的对象上 在开始选项卡中可以找到这个功能 那得益于我们拓展的API 现在插件可以拥有不限数量的窗口 比如说您可以在单独的窗口中执行自定义脚本 并将其动态嵌入到编辑器的上下文赛单中 它提供了更多的自由 而且能够在更多的场景中使用插件 这里最突出的例子之一便是ChatGPT插件 那从7.4版本开始 它可以进行单词分析 解释所选单词的含义 或者通过嵌入的链接跳转到其他的网站 查看单词的详细事宜 此外呢ChatGPT插件还可以根据文字生成图像 还可以使用文本分析 生成文本摘要和关键字等等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添加了新的服务器使用程序 如果手动安装 管理员不需要复制文件夹 只用单个命令行就能对插件进行安装或卸载 此版本对Oleoface表单进行了大量的改进 让表单创建更加便捷 我们可以在不离开当前页面的情况下 添加新表单 有了默认值设置 改进了对固定表单的跟踪渲染 能够在复杂表单中更好的编辑小组件 Oleoface文档的本地化不断改进 让世界各地的用户都能更好持有用我们的套件 那在7.4版本中 我们做了以下更新 增加罗语的编辑器界面 丹麦语的区域设置 亚美尼亚语的公式提示 土耳其语的帮助中心 我们一直欢迎贡献者和翻译人员加入我们的社区 让更多人能用他们的无语来使用我们的编辑器 并且您可以为您的付出收获相应的回报 可以通过以下的邮箱来联系我们 为了更舒适的用户体验 我们进一步增加了以下界面缩放选项 此外我们还更新了一些界面元素 在搜索框中添加了结果数量 给列表显示 添加了列表题 我们经常在社区中发起可用性测试 收集有价值的反馈 如果你想参与可以通过屏幕上的邮箱地址联系我们 标题请注明可用性或者Beta测试人员 那以上功能你最喜欢哪个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者弹幕告诉我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下载最新的编辑器 Oleoface桌面板也已经更新到了7.4版本 你可以在PC或者笔记本电脑上处理任何的办公文件 那桌面板与Oleoface文档建立在相同的引擎之上 所以呢 你也可以在桌面板上使用在线编辑器的大部分新功能 我们还增加了一个表单板块 只需要单击几下 就可以从模板库中选择现成的表单进行套用了 那桌面板还带有更多的打印设置 包括双面打印以及设置打印份数 此外我们还可以在桌面板中使用插件管理器 实现插件的一键安装 那之前这个功能是只能在在线板中使用的 如果你想试用最新的桌面应用程序 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下载 它支持Windows、Linux和MacOS 它的原代码呢 也可以在GitHub上找到 以上就是Oleoface文档7.4的主要更新 感谢大家收看 你可以下载并试用我们的7.4版本 可以在社交平台分享一下您的看法或者建议 我们会非常的感激您的反馈 OK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